公子松乙知道自己错了 就叫胡叔 将掉在岸边的衣物 统统搬上船 松乙就在船上 对着黄河来发誓 他说松乙回到晋国 如果忘记了各位大夫 患难相从的功劳 不和大家同心同德 就舍迹不保 子孙不娼 请何臣作证 说完一手就拿了胡燕 拿着那箱白玉壁 一丢就丢到黄河 那时候 大夫戒指推在另外一只船 知道了这件事 戒指推的心想 公子回到晋国 是顺服天理人情 胡燕当着自己好大功劳 这么贪图富贵的人 以后很难共事一堂的 自此呢 戒指推就有退隐的想法了 从而过了黄河 披正父的儿子披炮作先锋 他报仇深切十分勇猛 一路来破关斩仗 晋国的世子羽就惊慌失措 将晋国的兵力集中了 交给旅省和区内率领 就驻集在牢牢的地方来抵抗 晋国的大军 看到秦国兵精将勇就不敢交战 晋国的大将公子执 就用秦牧公的名义 写了封信送给旅省和区内 那封信是这么说的 晋国疑悟和世子羽 两父子都是忘恩乎义 寡人已经引让了疑悟 今次就没办法再忍受她的儿子了 公子从以素有言达 人心所向 寡人亲率大军 习一黄河西岸 派人护送公子从以归国 主持国政 如果你们两个能够识大体 犯歌一激 那就可以转禍为福 旅省和区内 看完这封信 犹疑不决 想了很久都不知道怎么办 想打吗 硬硬在龙门山打得长败将 三军将士都怕了秦国 想投降 又怕着从以记仇 要他们两个来尝 李克批郑父的命 两个人商量了半日 最后就决定派个人求见公子执 对公子执说 说女省和区内不是不想投降 不过就怕公子和那帮随从大夫 不肯收留而已 公子执就知道这两个人还没抓定主意 想着如果他们真的还抗到底 会拖延时日 公子执就亲自带着几个随从 就去到牢楼来见他们两个 对区内和女省说 只要你们两个下令退兵 我将情形品报给公子听 公子一定不会违难你们两个的 女省和区内就满口答应 送了公子执回车之后就立刻下令退兵 从以就派胡燕跟着公子执 一起去女省区内的军营那里接见他们 说只要你们两个拥戴公子为国军 那就过往不够了 女省和区内两个那时才定下来 就带领三军来投降给从以 细子宇就在京城等候消息 见这么久都没有回音 就不知胜败如何日尾照急 就派太监勃提去督战 勃提去到半路就知道 女省区内都已经投降了 勃提就快点走回头 报给细子宇听 细子宇就立刻召集群臣商议 朝中的大夫个个都心向从以 加上平日见的细子宇 一味宠信女省和区内 故事人人心中不分 你最重信的两个人现在都背叛了 事到临头才找我们还有什么用呢 结果没有一个大夫肯为细子宇出力 就只剩下个太监勃提 一心保住细子宇 留夜就逃走了去帝国来避难 朝中的大夫就有联姿父子带头来准备迎接从以 于是进公子从以就返回京城接任国军 这位就是后来文明四海的一代霸主 进文公了 公子从以四十三岁逃亡去敌国 五十五岁就去齐国 六十一岁去秦国 现在回来进国当国军 已经六十二岁了 从以当上国军之后 立刻派人暗杀了细子宇 但是对以前跟随世子宇的人一个都不杀 对投降来的女省和隙内也好言安慰 进文公又见到披正父的儿子披炮十分勇猛 就想留下他在进国 谁知披炮说 神已经当了秦国大夫 不敢再有第二位国军了 从以就送了一份后礼给公子执和披炮 又大赏秦国三军来搭借他们的帮助 于是披炮就跟着公子执 一起回到河西来回报给秦目公听 目公知道从以已经复国了 就班师回朝 那么从以能够复国 确实全凭秦目公大力相助 进国军臣就十分感激秦目公 再说个隙内和女省 一向以来 这两个人都是疑无父子的死党 逼于无奈才投降 虽然从以对他们两个都没什么为难 还非常客气 这两个人还顾虑重重 吃就吃不下 睡就睡不着 早上又不知道 晚头时 整天怕从以杀他 又看到从以 回来当国军之后 对有功之神一个都没封上 对有罪之人也一个没杀 那不知道从以狐狼里面是买什么药的 他两个就偷偷商量 现在我们两个手下还有一批死党 不如就找个机会 放火来烧皇宫 杀了从以 另立其他公子为国军 好吗 那两个又想着 朝中的大夫都是拥戴从以 都挺难找人来帮手 唯有太监缚提 曾经两次追杀从以 跟从以有仇的 现在从以回来当国军 这个缚提就必然怕从以报复 缚提这个人 胆力个人有勇有谋 不如找缚提来一起商量 缚提本来是护送细子与逃亡别国 细子被杀之后 缚提就走回来进国 于是三个人就商量了一轮 就夹定先暗中召集各人的 家丁家甲和死党 在二月二十九个日 三更时分在宫中放火来杀从以 三个人商议定了 就分头去召集自己的人马 准备行事 谁知缚提这个太监 是个老谋心算的人 他回来一想 哎呀 当初晋献功叫我去蒲城捉从以 后来 宜悟又派我去敌国暗杀从以 前一段时间 我又奉世子与之命 去督促军马和从以交展 自己为了进国军三代人都出了死力了 当时是国慧其主不得不敢做 现在 世子与就死了 从以就接了军委 从以是个有为之君 人心所向 进国就刚刚定下来 如果杀了从以 怕不得人心遗臭万年 而且从以手下这么多能人 又不一定杀得到他 就算是真的杀了从以 那跟随他那帮文神武将 又怎么肯放过我一命 不如立即去找从以那里自首 救回他一命 这样自己还可以立一大功 还可以博取一官半职 之后想到 自己是个有罪之人 从以是最恨自己 现在如果去见他 那他发火来当堂 杀了自己都有份 想来想去 不如先去见胡燕 于是那个勃提 就留夜去到胡燕家 胡燕一见到勃提进来 大吃一惊 哎呀 原来你啊 你还留在晋国啊 你还不快逃亡避难 半夜来这里找我干嘛 我半夜来是想请大夫帮忙 马上带我去见主公 你去见主公 主公对你恨之入骨 你去见他 你就自己找来死 不是啊 我有一件很机密的事 想来报告啊 这件事啊 关系重大啊 我是为了救我们 进国一国百姓的性命啊 胡燕就问啊 这样啊 那你有什么事 这么紧要啊 大夫不告诉你啊 我一定要面见主公 才能说出来 胡燕见到他这么说 就带着勃提进宫 就留勃提在外边等 他就进去见松乙 就将勃提求见的事 说出来 那位进民工从矣 一听就火了 这个太监了 你这只老狐狸 他有什么这么机密的事 救得一国百姓的性命啊 他不过想借你的面子 来求输罪而已 胡燕就说 主公现在刚刚当上国军 要欢雄大量 不要计较这么多旧縣 不如先听听他说什么 从已就忍了一肚火 你出去告诉勃提 他斩寡人一刀 割了衣服就下来 现在的衣服还在 寡人一见那衣服就心寒 寡人去敌国 他用提早起程要来杀寡人 好在上天保佑没有遭他毒手 现在寡人回来进国 他还有什么面子来见寡人呢 叫他立刻趁早逃亡国外 如果再不去我捉他回来斩头 胡燕是将从已这番说话 说给勃提听 勃提一听 嘎嘎声笑出来 哎呀 主公在外面奔走了十九年 应该知道人情世故的了 善君献公和主公是两父子 惠公和主公是两兄弟 都尚者父子无情兄弟无亲 父要杀其子 弟要杀其兄 那何况勃提呢 勃提不过是个小小一个神下 过时只知道有献公 有慰公 我怎么会得这么多公子呀 当年管仲 为了保护主人公子脚 赞你用箭射死了齐援公 援公都没计较他 反而重用他 所以称霸天下 如果援公好像主公那样 扎怪馆还要用箭射他 那援公又怎么做得成霸主呀 主公不肯见神 神又没什么受损的 只要神愿走他方 主公的祸害就立即来了 胡言听到这么说 就留着缝体 立即回到去见松仪 劝松仪无论如何要召见缝体 松仪听见这么说 就只好召缝体进来 缝体入宫拜见松仪 并没有求书嘴 只是一连说了几声 何喜何喜 松仪就板着面来说 华人已经登位很久了 你今天才来何喜 迟了吧 缝体就说 主公虽然登位 但还未值得清贺 现在主公得到缝体 国君之位才算错稳 故此现在才值得清贺 松仪听见他这么说 就知道话中有话 就叫左右随从退出 就问他到底什么 这么大件事要漏夜赶来 缝体就将女省 隙内谋反 准备放火杀人的事 说出来 松仪一听 真的打了个冷阵 哎呀 这件果然是大事 怪不得缝体说 关系到晋国一国百姓的事 这回晋民公重议 就有点心急了 刚刚在秦国回来 大局未定 护送的秦国大军 又已经翻扯了 如果真的被女省隙内 计谋实施 那真的不堪设想 缝体就说 女省和隙内 再朝这么久 她的余党布满京都 她两个现在又到处 收罗人马 主公不如今晚 一夜离开晋国 去秦国来到借兵回来 这样才能够平定这场变乱 神就留在这里 来应付她两个 拖着她两个先 胡燕也说 主公事情危急 神跟随主公去秦国 这里的事就留给赵梭来处置 就可以了 从已就吩咐缝体 你回你立了一功 你凡事要小心 以后寡人重重赏赐你 于是缝体就叩头借恩 返回出去 进民工 从已和胡燕两个商量了很久 然后就叫心腹随从礼 从已就吩咐如此 如此 借搬 借搬 然后从已就上床睡觉 到下半夜五更天 从已就说肚痛 叫侍从点灯笼 就送她出去厕所 从已跟着就带着几个随从 偷偷走出后门 胡燕已经整定了马车 在等候 飞快就走出京城 翌日一早 宫中就传出说 晋民工 昨晚男亲有病 接着一年几日 晋民工都没有上朝 召疏就带领文武官员 入宫请安 只见宫门紧闭 挂在缅朝牌 宫中内侍说 主公现在病 不起得床 身体很虚弱 怕要休息一个时期 要到三月初 才能够上朝接见百官 赵梭就说 哎呀 主公新登位 百事未举 忽然间有这样的病 真是天有不测之风云 人有诞直之祸福 民武百官信以为真 个个就担心 要进民工的病 女性和区内两个知道 晋民工病了 要三月初才能够上朝 两个就欢喜了 哎呀 上天注定 从已死在我们两个手上了 他三月初上朝了 哈哈 二月底我们就送他上西天了 区内和累省这两个人呢 就可以说都是狡猾凶狠 诡计多端 这回呢 这回呢 上当了 还以为从已在宫中养病 其实从已都已经去了秦国了 原来从已带着胡燕 离开晋国之后 飞奔去秦国 一到秦国边界 即刻派人飞马拿着封密信 报给秦穆公听 秦穆公一看到封信 就知道晋国出了大事 秦穆公不动声色 就说要出外打猎 带领一大批军马 随从离开京城 就去到黄城 在黄城那里来到会见从已 那这回相见 跟上一次就不同了 这回公子从已 已经是一国国君 晋民公了 秦穆公笑笑口 对晋民公从已说 贵君不用担心 累省和隙内 就不是召疏对手的 寡人已经调兵遣将去接应了 原来秦穆公 已经派大将公孙之 大领兵马 就赶去黄河西岸 准备来到应变 晋民公见 就安心留在黄城 来等候消息 那晋国那边 那编提 报信给从已之后 他就怕旅省和隙内 两个会起疑心 干脆就搬入隙内 在家里住 日夜和商量大计 到二月二十九 编提对隙内说 主公说明早临朝 看来病好了些了 如果皇公着火 那他必定会逃走的 不如拿稳定计 一放火之后 雷大夫就把手前门 隙大夫就守着后门 我就带领人马 守着前边大路口 不让外面人来救火 那从已就算插翼 都飞不出火海了 隙内就马上将这个做法 就告诉雷省 三个人分头报知 带了一大批死党和家丁家甲 拿了兵器和火种迷服好 到了那晚三更时分 预先潜入宫中 做内应的 就首先点火 一下子就火光冲天 那时候是半夜 人人一睡一觉 突然间梦中惊醒 光堂就宫中大暖 还以为是不小心火足 就吵意巴弊 在这儿叫救火 突然间外面迷伏的人马 一起点火 整座皇宫就像火海那样 那么宫中各人 哪里还顾得救火 就快点四处逃生 就向前门后门来走 谁知道女省隙内 已经在等到实 出一个就杀一个 一班士兵 跟着就冲进来 见人用刀斩 用枪来刺 可怜宫中男女老少 不是烧到焦头烂颜 就是被刀斩死斩伤 呼构之声真是惨不忍闻 烧了一轮 火势稍微弱点了 局内和女省带着人马冲进宫中 雅面已经烧到通了 床铺家具也烧到焦了 四处找又不见到松耳的尸首 难道被他走了 女省立刻带着人冲出外面来找 迎面就撞到区内 区内也拿着宝剑 带着人马在外面找进来 怎么办 怎么办 有没有找到松耳的尸首 没有 哎呀 是不是被他走掉了 区内跟着就下令四处找 一见到松耳不用问了 先斩头下来 那女省区内就判死 霧月火带着人四周围抄 突然间外面吵意巴逼 勃提方方张张地走来说 胡慕召疏毅囚几个带领大军来救火 我们快点走 如果到天亮外面兵马吊起来 我们走不掉的了 不如趁热乱冲出省外再算 区内跟女省两个呢 那时候就不知道松耳烧死了 心中慌乱就没了主意 只要带着整班党羽 就冲出省外 召疏毋无毅囚 联支就带着大批人马 接着就冲到入皇宫来救火 一直搞到天亮 才把一场大火撲灭 那时候才知道原来女省隙内作反 又想起 哎呀 主公呢 大家就四处地找 到处都找不见浸民公 个个就怕到面无人色 不知道主公是不是烧死了 召疏就说 各位 别急 主公几日前 半夜微服 出宫不知去响 不过有胡燕跟在一起去 都怕不会出什么事的 我们只要加以提防 守着城池安定百姓 等候主公回来就行了 魏囚就说 那两个奸臣斗胆作乱 火烧皇宫谋杀主公 他们现在走得不久 走不是多远 让我带领军马追去 斩他们两个人头 赵梭就说 不行 兵马是国家大拳 主公不在 谁都不能擅自调动 那两个奸责 放他走 走不完 不用多久就人头落地了 于是赵梭就下令关闭城门 严加把守 再说 桂梭内和女省勃提三个 走到出家外 把兵马乘在山脚 日天光就派人入城打探 只见城门紧闭 戒备心弦 又见军事没带孝 知道松义未死 三个就商量 对了 这回怎么办呢 走到哪里避难好呢 勃提就说 现在已经天光了 怕醒来起大军追过来 我们就走不掉了 最近就是秦国 不如过黄河投军秦国吧 他一听就发毛了 你说什么 去秦国 松义是秦木工的女婿 我们去秦国 送阳入府口 勃提就说 你别这么急着 听我说完先吧 你两位上次去交割五座城池 给秦木工 曾经认识的了 这次你们去对木工说 说宫中失火 主公烧死了 我们晋国国军 一向都是倚靠木工来定位的 我们不敢作主 突然来拜见木工 想迎公子翁回来接位 以后我们世代臣服秦国 秦木工一定肯的 到时立了公子翁 就算松义未死 也不怕他 女省和区内两个 还有一点猶疑 怕秦木工不肯 勃提就至高奋勇 那等我才去见秦工 如果他肯定 我就回来带你们去 如果他不肯 我们再作打算 于是 雷省区内 撥提三个 就带着人马立刻起程 一直去到黄河河边 我说你 不肯定 不肯定 我认为你 不肯定 遵挥提到 我说你 不肯定